好,另外一個就是像我們現在因為桃園機場 它只做到A21,可是我們真正的那個精華器是在A22跟A23這個中立 所以現在靠紙你可以看得出來說,武漢魯講說機場A21空空的 市場就是會空空的,因為民眾搭乘的非常不便利 那你說你知道A15、A17,那更空當啦 因為都市計劃是十年下來都沒有配合完成,大概都會卡住 這是市場的原因,那A21它的轉正人員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民眾也不太願意去說我搭車,譬如說我搭到 所有的車子都是輻射狀的,輻射狀的全部進中立火車站 那進中立火車站,你要叫它再花一趟說18塊 18塊它可以,所以它乾脆就不要去了 所以會變成產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動不動,那個議員也說那你就給我開個 所有的公車,每個區都要到這個A21 所以我們現在那個供應科,我們也在研究就是 從這個上架車OD刷卡裡面,去瞭解 假如整個出來的狀況是怎麼樣 在A21到A23這兩站之間的公車啊 假如是在這邊上架車的人不多,或者多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做補貼 那這補貼預算,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去掌控 不會說我現在估一千萬,結果出來可能要三千萬 那像我們最近的評估,大概出來可能只有 大概三五百萬 但是三五百萬其實對這個市政府來講 對民眾還有公共運輸的這種提升 我們是覺得值得花 因為這其實是因為政府的公共建設去delay它 或不是說那個民眾他該去做這種生活的不便 所以這個是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